老和尚的身教 59 妙明原因居士讲述 大约在2016下半年左右 老法师停留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次受了些风寒 后来演变成重感冒 当时咳嗽很严重 食欲不佳 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休息 身体很虚弱 讲话气力也很微弱 弟子们对此颇为忧心 毕竟已经是九十高龄 深恐禁不起这样的折腾 引发其他的并发症 因此就更是战战兢兢地照看着老法师 有一天晚上 老法师一如往常般地休息 但在深夜时 突然从老法师房间中 传来微细的说话声 仔细一听 似乎是老法师在喃喃自语 可是又听不清楚 在说什么 虽然当时离老法师的房间只有几步的距离 但听了好一阵子 还是听不出所以然来 就在想要放弃离开时 忽然间清楚地听到 我总结我一生的学习经验 就是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话声一落 一切都归于寂静 然而 心中却不由地 肃然起敬 老法师一生讲经 从早年的金刚经 六祖坛经 楞严经 法华经 到后来的华严经 对各宗派的大经大论 多所弘扬 但是 在八十五岁以后 唯一宣讲 无量寿经 专修专鸿 净土法门 一身力行 一身力行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的总结经验 为我们做出最好的身教 六十 送墓园居士讲述 墓园注意到 师长在讲经前 会先礼拜一些人的照片 墓园居士讲述 墓园能够记住的有 师长上人的父母 周邦道老先生 师长上人的三位老师 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 师公李炳南老居士 韩馆长等 墓园从师长死刑仪中 感受到 师长对父母 老师 以及有恩于他老人家的人 念念不忘 将孝亲尊师的道德根基 表演出来 2018年8月12日 墓园有幸面见师长上人 并向师长请教自身修学问题 过程中 尽管墓园 因对所请教的问题 十分困惑 而重复 向师长提出 相同的问题 师长 意耐心 不厌其烦地 用智慧 而契机的话语 帮助墓园 从困惑中 突破出来 而墓园 只是英国汉学院中 一名普通的学生 由此 墓园感受到 师长上人 心地的平等 慈悲 当时 墓园身体不好 在与师长 交谈过程中 有些咳嗽 在与师长 交谈结束后 准备离开时 师长 当心 不要感冒了 墓园 感受到一个老人的 细心 思想 以及 对晚辈 学生的关爱 当第二届 同学们 集体 见师长时 我们本想 向师长 鼎礼三拜 而此时 师长上人说 一问训 就好 墓园 在英国 汉学院 期间 有幸 两次 遇到 师长上人 光顾 汉学院 这位 九十多岁 高龄的老人 不仅 曾先后 三次 陪同 一 二届 硕士生 观看 大国外交 六尺像 以及 四岁 小朋友 背诵 千家师的 视频 且在观看 第三个视频时 师长上人 还为大家 准备了零食 让同学们 一边吃零食 一边 看视频 气氛 十分轻松 愉快 还有一次 师长 在他的住所 见一二届 硕士同学 在对同学们 进行 有关 弘扬汉学的 开示之前 为每一位同学 都准备了 一份小甜点 师长上人 在陪同大家 观看视频时 墓园 感受到师长 无比的温暖 亲切 好像 时时 都在同学们的身边 在陪伴 和照顾着大家 师长 虽是 茂蝶老人 但在 与同学们 相处时 也细腻地 照顾到了 年轻人的口味 师长上人 在英国 汉学院期间 曾多次 与一二届 硕士同学 集体见面 每日中午 师长上人 也会与大家 在汉学院餐厅中 共同用餐 并在餐后 为大家开示 墓园注意到 师长上人 平时 没有多余的言语 只要开口 只要开口 就一定是在 讲经 教学 六十一 田石阳居士 讲述 一 一次午餐 会客 到来的客人 和师傅 聊得比较深入 并谈论到 跟随老人家 红法的 很多 比较年轻的大德 并且 并且 语气不甚客气地 挑剔一些 行持问题 但老人家 只是以非常爽朗的笑声 来回应 甚至内容 欲不客气 老人家 笑得 欲是爽快 无丝毫不悦 或互短 二 师傅餐后 惯例 精行散步 一般 大家 轻易 不去打扰 但由远道而来 同修 因见到 师傅的 机会 难得 所以 在师傅 安静散步时 屡次 上前提问 师傅 每次 都是耐心 站定 回复 再继续 精行 无丝毫 不耐烦 三 师傅上人 第一次 来英国汉学院 见到 再读的 师生 用非常温暖 关切的目光 环视大家 本以为 师傅 会主 大家要好好努力 一类的话语 结果师傅 开口却是 大家要保重身体 身体 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 并无他话 那一份关爱 完全 胜似亲人 四 师傅 到来的时间 刚好是汉学院学生们 即将参加第一门课程的口试 师傅 为缓解学生们的紧张和压力 带大家 带大家去郊外的咖啡馆 吃点心 喝茶 放松心情 后来 后来 后来还时常鼓励大家 多去 蓝笔德镜上的咖啡馆 师傅 师傅上人的 迷你墨宝 小册子 边发下来的时候 师傅边说 我的字 写得不好看 语气 平常自然 在旁众人 皆非常诧异 六 汉学院的前长老院长 周公春堂 是师傅上人 早年在南京求学时 周邦道老校长家中模子 二位老人 有兄弟之情 师傅上人 曾亲自去商场 为老院长 挑选睡衣 七 从伦敦到兰彼得 近七个小时车程 老人家 都是随同修 一起乘坐 大巴往返 八 威尔士大学 或师傅的大护法 供养给师傅 环境很好的庄园别墅 师傅每次都是说 给学生住 住在里面 安心读书 学习 九 汉学院 毕业之际 每位学生 曾有幸 得到向师傅上人 请教的机会 因时间简短 后面 又有其他学生 等待 所以 离开时 动作匆忙 抓起衣服 就走 师傅 师傅看到 扬声 嘱咐 你把衣服 穿好 再出去 十 在汉学院 所有师生 在一个大堂中 吃饭 师傅上人 同贵宾或老师 所坐的是中间的圆桌 有一日午餐 修司校长来拜访师傅 师傅 是提前 已经坐在主位上 当看到 是校长来访后 老人家 立刻低头 去观察 身边的座位 并自己 轻身 去搬动 在旁边位置的椅子 六十二 徐树师居士讲述 师傅上人 不仅在台上 讲经教学 在台下的实实处处 也无不是 以身教表法 将伐水灌注到 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学生几年前 去香港山顶 陪刘克雄教授 录制汉字入门 因自己平日不用晚餐 到达山顶 第一天的晚餐时间 就在餐厅附近 等候教授 师母 用餐完毕 一起返回住所 这时 正巧看到 在护法陪同下 散步的师傅上人 迎面走来 一时间 出来乍到的我 有些不知所措 向师傅 深深 居了一躬 便怯生生地 侧立在一旁 没想到 师傅 静止 走到我面前 停了下来 关切地问道 怎么不去用晚餐呢 有没有用过晚餐 我回答说 自己平日不用晚餐 师傅又问 这样有多久了 我回答 有很多年 已经习惯了 师傅 一脸慈祥地 笑着说道 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很好 要继续保持 生活简单 自在 虽然 只有短短几句话 但是 那份平易近人 柔软关怀 一直深深地 印在 我的心中 师傅上人 住在汉学院期间 时而 会和同学们 交流谈心 给予开示 教会 近距离的接触 让学生 更真切 具体地感受到 师傅的威仪 行持 是举手投足间 流露出来的 老人家 对生活中的 每个细节 都恭敬对待 小到桌子上的 一个水杯 一条毛巾 一本书 都会摆放端正 讲经前 也会把胸前的挂珠 调整端正 对称 六十三 邹子灵居士讲述 一 爱然可亲 平易近人 就读英国汉学院以前 自己 未曾亲身拜业过 师傅上人 因此 因此 在弟子的心目中 师傅上人 是一位 常年坐在 讲经台上的 大德掌者 为我们 指点 迷津 此时的 师傅上人 是遥不可及的 听经的时候 或是听善知识 分享老人家 行仪时 自己也很好奇 像师傅上人 像师傅上人 这般人物 日常 如何用餐 会不会 和我们不一样 和弟子们 日常聊天 会不会 和讲经时 不大一样 会开玩笑吗 进入汉学院的 第二学期 有幸亲眼看到了 这位传闻中的 大德掌者 师傅上人 是矮然可亲的 天气晴朗时 老人家会步行 前往餐厅 与大家 共同用餐 刚开始 我以为 师傅上人 会要求我们 食不言 肃静用餐 但是没有 反而 只要师傅上人 来用餐 餐厅的氛围 更为灵动 活泼 且洋溢着温暖 师傅上人 不常说话 但老人家 话音一落 常接种的是 阵阵笑声 此时 每个人脸上 似乎都洋溢着 喜悦之情 对于 离家万里 远在异乡的我 来说 这样的氛围 让我备受感动 与温暖 仿佛回到了家中 而不是身在公共食堂 又像是 过年时节 与大家族的长辈 平辈 团圆聚会的感觉 在这个陌生国度里 也有着 家的归属感 我的心 此刻安宁 身不再流浪 师傅上人 参后 如果有空 就会为大家开市 由于食堂人数很多 除了汉学院的职工 与师生 还有许多义工 以及远道而来的人者们 满屋子 黑压压的一群人 或坐或站 静听老人家的教诲 因为高龄 师傅上人的声音 已不如当年洪亮 加之讲话 好神伤气 老人家开市时 声音 比较小 恰好 我的位置 是在屋边的角落里 听不太清 一开始 有些困扰 但是 没想到 两天后 师傅上人 带上了麦克风 而师兄们 在屋内四周 都安装了 扩音器 清晰听到 师傅上人的 钻钻法语 缓缓流过心田 感动 感动 不已 二 加持力 不可思议 师傅上人 一直致力于 传统文化的 红传 不遗余力地 培养文化传人 以其延续古人 智慧命脉 因此 对年轻学子 都关爱 备至 赞助汉学院期间 老人家百忙之中 仍然抽出时间 与师生交流 谈心 有时 在路上偶遇 我们紧张得 不知所措 老人家 很随和地 给予问候 以安我心 作为第二届学员 师傅上人 曾找我们班 全体学员 谈心 目的 在解疑答获 了解学生的想法 老人家 带着我们 围坐在 椭圆形桌边 圣庙法师 则侍奉在 老人家身边 大家按年龄大小 一一向师傅上人 请教 因为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 接触 师傅上人 轮到我时 非常紧张 只敢 只敢硬着 头皮 说话 先向老人家 汇报自己 毕业后的 初步规划 希望 可以回到 原来读书的书院 做一名助教 积累 一线教学经验 教学相长 以其未来 能够从事 传统文化 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 其请 师傅上人 指点 和加持 尽管 所说 是内心 宿愿 但仍然 不太自信 我目光 闪烁地 注视着 师傅上人 老人家 安和地 坐在椅子上 看着我 认真的 缓和地 说了四个字 前途 无量 此时此刻 我像是 得到长辈 肯定的小孩 内心坚定 充满自信 和勇气 这一幕 一直鸣刻在 我的心间 在后来的 反复回味中 有感 能否前途 无量 并不是老人家 要我关注的 如果 关注前途 那便是 以我 为中心 来行事 不可能 无量 该关注的 是老人家 指点我 这条路 是有意义的 是值得 穷尽 毕生 心力 来走的 大道 至于 能否 无量 完全 看自己 如何 对待 在路上的 每一个 当下 如何 跨出 每一个 步 简单的 四个字 成为弟子 强大的 推动力 指引着弟子 笃定的 迈向 这条路 啊 你 头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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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